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立法机构本会期将成立所谓修宪委员会 9月30号 民进党内所谓正国会系统的明代提出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增修条文修正案 对此 顾台办发言人马小光严正警告台独分子 不要在所谓修宪谋独的邪路上越走越远 必须悬崖勒马 否则将玩火自焚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游熙坤日前主持蓝绿协商 确定成立所谓修改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委员会 成员是一政党比例 由民进党22人 国民党14人 台湾民众党2人 所谓时代力量一人共同组成 名单于9月30号提交 民进党团已敲定包括党团书记长庄瑞雄在内的22人名单 而由台立法机构负责人游熙坤主导的民进党内所谓政国会系统 也于30号公布相关的修改提案 台湾优先 台湾优先 故事修现 故事修现 这个征修条文的修整绝对没有涉及到任何统独议题 尤其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把未来的一个生态 走向正常的一个态度能够很清楚的呈现 这也是我们这一次主要修现的态度 所以我们绝对不希望有人因为不了解我们的条文而过度揣测 民进党机民代陈廷飞声称 此番修改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 只是所谓符合现状 不涉及统独议题 然而从其所提的修改提案中 包括所谓优先以台湾名义加入国际组织 参与国际活动等内容 无一不是涉毒议案 虽然民进党机民代口口声声说不设统独议题 不是要改变现状 但岛内媒体还是直指 这样的做法无疑是民进党当局 迈向所谓法理台独的又一重大实质动作 在30号上午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表示 这是赤裸裸的谋独行径 最近一小座台独势力又在蠢蠢欲动 我们对他们这些蠢动的动向 我们保持高度的关注 我们在这里要严正警告 一小座台独分子 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不要在修宪谋独的邪路上越走越远 必须悬崖烂马 否则将玩火自焚 修宪谋独只会给台湾带来深重灾难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保持高度警惕 只有以实际行动反对和遏制台独 才能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感谢观看